一纸公文两纸公文我不知道 但是我接到命令 假如按这个任务解除 我会比少麻烦 但是我觉得讲说很多议题 如果还没有得到一个全部共同认知的话 为蒙其利 可能会先受其害 绿营民代提议要撤除中正纪念堂的台军义仗队 过去台文化部门和台防务部门常互踢皮球 但现在两方直求对决 不管是朝野 对于去个人化基本上有个共识 去个人化能够拿掉的话 我想不管是文化部或者是 我们的任务 法治的任务其实就解除了 绿营民代声称 去个人化是所谓去威权化的第一步 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也给了答案 这一方面我们会来做整体的评估 而且我们刚才讲的专案的汇报 很快就会成立 中正纪念堂的台军仪仗队要撤除 看来可能性不低 但绿营民代眼中的所谓威权象征 台湾民众并不这么认为 你台湾有什么特色我不知道 你都在把这些去调台湾 你有什么试试啊 每个月来一次也可以嘛 不要说就就就就整个就没了 另外对于中正纪念堂改名议题 陈建仁还称 此事有专门小组研议中 连蒋介石后代台北市长蒋万安都提出 中正纪念堂可以改名 这已经是大家共识 应该把中正纪念堂去个人化 所谓去威权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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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